不是不願意讓他跟你去居意大利 只是請你能夠來台灣 跟他好好的相處一陣子 空姐媽媽神淚居下 跟富商前男友喊話 希望他別這麼快 把八歲女兒帶回意大利 因為孩子的爸指控媽媽 涉嫌謊報女兒的護照遺失 遭台北地緣判決 女童的監護權歸爸爸 十四號強制執行 當天富商爸爸帶著玩具盒 到台中一間國小 想把女兒接走 但小孩不怨隨他回意大利 雙方一度在校園內僵持 最後空手而歸 五天後傳來好消息 小女童曾經手寫信給總統 引發外界關注 憲法法庭在十八號作出裁定 暫時停止執行教父子女 讓空姐媽媽喜極而泣 他就是認為說台灣就是很不好或怎麼樣 或是說媽媽就是很不好 但這個部分律師還有我看到的生活圈 親友圈大家都覺得 這個媽媽並不會不好 甚至是很棒 詹小姐八年前跟義大利富商戀愛 未婚生女 後來感情破裂 上演監護權大戰 但女兒在台灣生活七年 只有短暫在義大利生活過一年 現在雖然大法官出手 但也只是多了六個月的緩衝 時間過了還是得面臨二審 做媽媽的心情依舊忐忑 記者 韓知心裡 雲杰 台中報導 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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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